卓西乡在今年3月才新设立了食品文件站 选在2022最后一天举办成果展 站上大部分都是布农族人 因此特别是以布农族传统杀猪分享方式 传承布农族氏族的分享生命共同体文化精神 让与会的贵宾、长官们都感受到布农族文化意涵 选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食品文件站 清晨6点就开始剖解猪 以布农族杀猪分享的传统 来为这年度画下圆满句点 因为杀猪在我们布农族里面是一件可能有习气啊 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通常分享这个猪肉是一个家族的事 所以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一起共享这只猪 食品文化健康站是要告诉站上的老人 是要告诉食品部落 甚至之后越来越多人的时候 我们一直要说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一起分享 今年三月设立的食品文化健康站 今天举行年度成果展 不仅依循传统 赵福源以及长者也将正年所学展示出来 成果也令与会长官贵宾肯定惊叹不已 三页份才成立 不容易耶 刚刚跟科长看了所有的作品 你都干担 可见老师 布尼老师跟我们的那个婉姨老师 很用心 从这个所有的作品 就可以看见 长者们对这个不见站的成立 是多么的渴望 跟多么的喜欢 食品文化健康站开展至今仅有短短 十个月的时间就交出漂亮纯鸡单 个性内敛害羞的布农组长者 也透过影片分享站内的 共学共老共餐的生活点滴 文化做毛线做包包图 图友 教我们老人的活动 还有会话 怎么样的改变 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来这边就认识很多朋友 互相 很久了 而跟着长者同庆同乐的文化健康站计划负责人李贵英 感谢圆明会县政府等上级单位的辅导支持 也肯定赵福源细心规划设计长者们的学习生活 让长者每天到站率平均都超过七八成 那在这段时间呢 大家都会交流 甚至于把以前我们布农组以前文化传承 这些像食药这个部分 还有换工这个部分都保留下来 然后我们也在逐年的计划说 每一年度每一年度的工作方向 看怎么样在进行 尤其是在文化传承这个部分 而在成果展正规的座谈以及作品展示之外 时评社区发展协会也结合文化健康站 共同进行区位竞赛 各式各样的活动也让长者与社区民众同乐活动 活动筋骨与正能量跨越2022 迎接满怀希望精彩可期的 2023年食品文化健康站 这是玉兰卓西采访报导 所有事件都摆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